国内知名潜水员韩本月7日在广西九顿天窗行潜水时失踪 事发至今超过两星期后 都安瑶自治县紧急管理局今日公布已将含遗体打上岸 都安瑶族自治县紧急管理局通报纸 潜水知名人士韩于10月7日晚间在都安大兴九顿天 潜水失联后 都安利及组织相关部门及国内专搜救团队参与搜救 10月25日18时33分 水下智慧机器人遗体打捞上岸 精确认为韩本人 对此我们深痛心和痛惜 目前相关事故调查及善后处置等做正在进行 到了25日晚上 网传一张巨星由韩长河嫂子的复文 确认韩遗体已被打捞上岸 47的韩悼念仪式将于本周日29日在浙江长兴县 并以管举行 内地红星新闻报道 家属透露 韩体在水下完成穿刺 被打捞上来时很完整 和先在摄影机中发现时的姿态一致 家属指韩遗会在当地火化后带回浙江老家 暂定于2023月10月29日 在长兴县病医馆举行追悼仪式 过去潜水专家指出 人溺亡后 体内细菌等微生物生长繁殖 过中产生的大量气体应无法排出而堆积在体内 加上上升时外界环境压力变小 身体组织中积的气体也会相应膨胀 两种气体同时膨胀 有可因为试着皮肤和肌肉不能承受体内气体膨胀的压力而爆炸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